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近日正式宣布将在2026年推出全新的共同封装光学CPU技术 融合其业界领先的CHIP-on-Wafer-on-Substrate及ColeOS封装技术与西光子Silicon-Fotanics技术 此举旨在满足人工智慧、AI与高效能运算、HPC领域对高速资料传输和低能耗的迫切需求 同时引领下一代资料中心的技术潮流 在此次技术布局中台积电紧凑型通用光子引擎Compact Universal Photonic Engine COOP成为核心驱动力 COOP采用了SOIC-X晶片堆叠技术 能够将电子机体电路EIC与光子机体电路PIC无缝整合 形成高效的光电互联解决方案 根据台积电的时间表 COOP将在2025年完成小型插把式连接器的验证 并于2026年与ColeOS封装技术结合 实现CPU-Fan的全面部署 通过将光学连接直接嵌入封装层 CPU技术不仅能够显著提高资料传输速率 还能降低功耗和延迟 为AI和HPC应用带来革命性提升 为支援这一技术创新 台积电正在大幅扩充ColeOS封装的产能 当前台积电每月的晶圆封装产能约为3.5万片 预计到2025年底将增至7万片 并在2026年底进一步提升至9万片 这一扩产计划展现了台积电对先进封装技术的重视 以及对未来市场增长的信心 西光子技术作为半导体行业的关键突破 能够在西基平台上将电讯号转换为光讯号进行传输 以实现更高的传输速度和更低的能耗 而CPU技术进一步缩短了电讯号传输的距离 将光续元件直接封装在处理器晶片旁边 从而提升整体效能 通过两者的结合 台积电不仅巩固了其在先进封装领域的领导地位 也为未来的高效能运算需求奠定了技术基础 台积电的这一战略布局 标志着其在全球半导体行业迈出的又一大步 通过整合CoOS与西光子技术 台积电为下一代资料中心和高效能运算应用 提供了更加高效的解决方案 满足AI驱动时代日益增长的算力和能效需求 另外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最新表示 先进机器人和人工智慧 AI驱动的无人机将是科技行业增长和创新的两个关键驱动力 魏哲嘉在12月中旬的一场技术会议上发表讲话 他强调了硬体和软体集成为下一代 AI装置提供动力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其指出的一个领域是多功能机器人 这是未来的关键方向 魏哲嘉说 在前几天跟全世界最有钱的家伙聊天 跟他讲说 多功能机器人是对方要努力的方向 而不是汽车 魏哲嘉一开始没有提到这个家伙的名字 但不难猜出 指的就是全球首富特斯拉执行长埃隆马斯克 随后有台湾媒体就爆出 魏哲嘉日前飞往了美国 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Elon Musk进行了快速会谈 与辉达 苹果 亚马逊等科技巨头一样 特斯拉是代工大厂台积电的关键客户 目前特斯拉正在开发人型机器人 擎天柱 Boptimus二代 计划2025年开始量产 并对外销售 魏哲嘉补充道 马斯克说他最担心的是 没人供应他晶片 魏哲嘉说 你不要紧张 只要你肯付钱 你的晶片一定有 两人就AI系统Dojo的产门规模进行了交流 台积电计划采用无奈米 即Info SOW 即System on Wafer技术 帮助特斯拉机器人大量抢占市场 魏哲嘉表示 多功能机器人结合了半导体 软体设计和精密机械 是AI应用的最佳代表 据公开资料 Dojo系统由多个Cabinet组成 其中25个第一晶片 可以组成一个Training Tail 而每12个Training Tail可以组成一个Cabinet Dojo使用的第一晶片 用于自动驾驶系统训练 结合先进演算法和车载感测器 建立真实的基准资料 目前 FSD辅助驾驶 乃至未来的Optimus机器人 都需要依赖Dojo提供的运算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 关于Dojo晶片的用途存在误解 业内人士Jeff Lars 澄清 Dojo晶片主要用于支援 特斯拉日益增长的神经网络训练需求 以推动完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目前 特斯拉的FSD系统和Optimus机器人 主要使用AI4晶片作为主处理器 预计AI5晶片将于2025年投产 并可能应用于近期公布的CyberCab 据报道 特斯拉计划到2025年底 在工厂部署约1000台Optimus机器人 Optimus机器人将利用经过神经网络训练的 人工智慧驱动的大脑与外部环境交互 能够执行简单的劳动密机型任务 此外 该机器人还将具备更强大的AI功能 能够绘制线路 避开障碍物和跟踪物体 配备灵敏的触觉手指感色器 甚至能够灵巧地拿起鸡蛋 基于20万台销量和5万美元的平均售价 Optimus机器人到2035年将为特斯拉 带来100亿美元的年收入 由于特斯拉 Optimus二代将采用台积电的5奈米 及Info SO-W技术 系统及晶圆能让12英寸晶圆容纳大量的晶片 提供更多的算力 大幅减少资料中心的使用空间 未来CoreOS SO-W将加入HBM 使其资料吞吐量更大 预计算力将提升于40倍 台积电预计 CoreOS技术的系统及晶圆 计划在2027年开始量产 魏哲嘉提到 过去两个月 他与台积电顶级客户进行过讨论 根据客户们对该行业的反馈 客户们最经常触及到的一个话题 就是人工智慧和人工智慧应用 对此 魏哲嘉认为 机器人结合了半导体 软体和精密机械 是人工智慧应用的最佳代表 未来机器人还可以深度融入生活 比如协助家务 自动化生产等 但他指出 想要开发不仅精确 而且像人类一样更灵活的机器人 需要与软体集成的复杂晶片设计 今年4月台积电在北美论坛上宣布 公司首款采用Info SOW基础的产品 就是为特斯拉代工的Dojo晶片 魏哲嘉还说道 无人机是他们有优势的一个领域 他们要重点关注如何在这方面整合精密机械和软体 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领域 有着广泛的应用 可以帮助未来的人们做各种测量 进行各种服务和携带产品 他还强调的第三个关键领域 是利用人工智慧 开发先进能源技术和优化水电使用 在台积电 他们成功地运用人工智慧来提高生产效率 节省了数十亿美元 他指出 这种潜力是巨大的 所有行业都应该利用人工智慧的力量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